因为所有的快乐,佛陀讲的,世间上所有的快乐,如梦幻泡影,世间上种种的痛苦,一样的,如梦幻泡影,也都是在哪里呢?在电光石佛之中,在电光石佛之中,都是一刹那而已。 你可以讲啊,很快乐,很快乐,很快乐,明天呢?很痛苦,很痛苦,明天就痛苦了,都是一刹那的,你今天快乐,说不定明天你就痛苦,电光石佛,都是在这个一刹那的时间之中所拥有而已,都是梦幻泡影, 因为你这个身体一解散啊,什么都没有了,你习性啊,有的时候是依附在心里的,那么你的围城的身啊,一样的,会四大分散。 所以按照这个第五品里面所讲的,一切时钟寄生持,就是在任何时空当中啊,你都能够永持这一种大乐的话,才是真正的极乐。 那这个是我们修行人所追寻的,这里面当然也有密教里面啊,像我昨天所讲的,地入水中水入佛,佛入空中风入空,空成石像相转成, 一切无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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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胜安乐,不可摧坏之会生,由至成就,妙息地,似乎能以此生得。 这个就是在讲,啊,地水佛红空,地水佛红空的转发。 那么如何修呢?我已经讲了好几次了,这个翻过来四百五十四页。 第五品,第五品,大书银,如有佛力,细薄水银,化一切铁,戒令成精,如是由以法生加行,细菩提心,令运触戒戒成无藏。 右营,如炼,如炼水银,能化铁石,任此彼等大色,既其精华而助,然非出戒,以彼大色,着诸铁石,铁记离后,石变成宝,如是修菩提心,能化运触戒等,及诸命根, 任此彼等大色而助,然非出戒,此处不变之乐,既当龙猛派中所说,心为光明。 这个是修行的方法,第五品里面所讲,这个是修行的方法。 很简单,就是用佛呢,去把这个菩提心融点,融成点,那么你认识这个点,认识这个点,也就是精华, 让他变成宝,让他变成宝,让他变成宝,让他变成幻生,让他变成光明。 他这里面讲得很清楚,那么他这里面有提到啊,你能够如是修这个菩提心呢? 你看这里吧,游戏身中,菩提令五五漏蟹,你能够修这个菩提心,让他没有漏蟹的话,你就能够永迟大乐。 你能够持住这种乐,而且能够持住这种乐,而且能够很久很久,不是你的这个世俗的这一个凡尘的这个身体,也不是你的习性这一种快乐,而是能够永迟你菩提心的大乐。 这是一个修行人所,所要追求的,就是这个,我讲过的,在你自己的身体里面,当你生出烟出来的时候, 当你这个烟,在你的身体里面左动,也就是烟,就是燕,也就是着佛, 这个着佛在你身体里面的脉里面,走动的时候,你产生得到的这一种大乐,是胜过世间的大乐,是千万倍的。 世间的这个,世间的大乐已经很热了,应该讲起来,那个自乐已经是很快乐了, 但是那个自乐,让你捉不到的,让你捉摸不到的,问你乐吗? 是乐,怎么乐,你又讲不出来,你绝对讲不出来,因为你捉不到,看不见,听不到,闻不到, 你根本没有捉不到的,但是你说是乐,那么事实上,你身体上啊,能够有着佛,这个烟,种种等向,所产生出来的法味的快乐,是胜过这个的,胜过世间上的种种的快乐的。 这个是勇持大乐,你假如把你身中的菩提心,就是菩提心业意,不漏失掉的话, 你就能够勇持这一种大乐,你就能够得到法味,这个应该才是修行人所追求的, 修行的这个行者所追求的这一种大乐勇持。